刚才乌业给我来个电话 所以有一个网友找我 所以我就赶紧给我留的电话 留的那个微信里了 大家好 您哪个小区的 我是曲水立音 曲水立音 这我们小区来了 因为我呀 07年我就在这买房了 07年买的房 好早了 对 我之前买过好几次 然后呢 就是16年以后 16年以后 然后家里有事 没过来 然后又赶上疫情 所以的话 好多年没来了 对 我这个等于是6年吧 67年 哦对 然后今年 这不是去年疫情过去了吗 对 然后今年说 几月份过来的 7月中旬 哦 7月份就过来了 是不是常看我片子是吧 对 因为我在百度上 我因为不是这样 还有那个房子吗 对 所以呢 我也比较关心 比较关心的银摊 银摊的情况 然后那个这个银摊呢 经常也网上那个包贬不一的说吧 对 所以呢 我也想看看咱们银摊的这个变化 所以我就要关注你的节目 哈哈哈哈 就是就是咱在这有一个房子啊 就有一个牵挂 像你那种情况好多年没来 所以说这个银摊的一些一些一举一动啊 就一些变化 就通过我们自媒体 或者通过别的渠道来看是吧 对 就是感觉你报道站好吧 好像很有亲切感 哈哈哈哈 像你说的是有这块情在这啊 对 然后就有的时候呢 喜欢看看这的节目 对 因为六七年没来嘛 后来今年来了以后 我就想 哎 我说经常报道这个 叫什么呀 这个 这个 你也算这样算一个小名人吧 哈哈 我认识认识 聊聊 对 所以呢 我今天就说实在 我真是有点那个莽撞啊 就是有点那个呃 就是我也不认识你 然后那个咱也没有什么 也没微信 关键你也没 我也不知道要来人 所以好多时候呃 来的朋友都不知道 有的时候都扑空 我上次来那个网友来了五趟 才朋友 是吧 所以我今天还算是挺幸运的 对 你还是比较有办法 你跑过也去问去了 对呀 我是一想因为说实在 现在人也都比较那什么 也确实是已经牵扯到隐私的问题 人家不能轻易告诉 包括物业的人 人家也很谨慎 你知道吗 他为什么让你给我打电话 哦 本来我说应该礼貌性的 应该是我给你打 他不给你提供电话 对 他说这样的话 他说因为他也不认识我 所以的话呢 他说我不能轻易冒昧的 就把人家电话给你 后来我一想也是 所以只能就是麻烦你 有些我真是 因为网友挺多的 就粉丝吧 应该算是挺多的 有的时候找我来的话 也没法通知我 或者是在像你百度 我基本上也不怎么看 那个点名区 我怎么不怎么看 所以不知道什么人要来 要知道的话 我就等了 对呀 因为都是我看你的 所以我也没法互动 没法互动 没法互动 也没法加 我就只能就是 今天天气不错 我说我来找找 来看 打听打听 因为我前两天 还看你的微信 你那个带着你们家 那个媳妇 去看那个 开河 那叫什么 哦 开海 开海 对 前两天不是 9月1号开海吗 是我媳妇带着我 你媳妇带着 她现在开车 对 她开车带着我去的 对 我还看见你那个报道 对 所以就是 后来我一个朋友 三江雪 她又去了一趟 那去了以后 人家已经这个 开海完了以后呢 渔船已经回来了 买一些海鲜回来 还蛮便宜的 还蛮好的那些 因为这个养了 禁养了四个月吧 从四月 四月几号开始 四月二十号开始 封海 到9月1号 四个月时间嘛 是吧 是四个月吧 我也不算账 差不多 五六七八 四个月 四个月时间就是 这块还开得早 好像北方 我记得 一般都是 9月底 对 因为你来的时候 也是最热闹的时候 你觉得今年怎么样 这个银台的人气 我觉得今年人气 非常不错 反正我住的 那个小区 我感觉是挺好的 你看从那个文化生活 我们那儿也都挺丰富多彩的 那个他那儿不是有那个什么吗 有一个那个大的那个会所 要是他那儿文化 你看他那个大厅里头下午有唱歌的 对 然后有打乒乓球的 上午他们就有小区 就在会所吧 对 就在会所一样 对 可以打乒乓球 对 然后有唱的 还有跳舞的 我看他们还有舞蹈队的 哎呀 今年我们也是感觉到 今年那个人气太旺了 以至于这个像我们小区啊 就是像我们楼前停个车都挺困难了 那车一多 他的车都已经停满了 我们来银滩其实也挺喜欢一个亲近啊 这个人一多 你说是好事还是不好事 也好也不好 某种程度上 是吧 有的人喜欢亲近的 你觉得人都不好 要逃离银滩 有这种说法 当然有些人觉得鬼城来这么多人多好啊 是吧 多热闹啊 好在咱们听见银滩好像 这个水电这块 你们停过水没有 停过电没有 电没停过 水停过一次 停过一次是吧 就这么多人的情况下 基本还人保住了 还算不错 我前几年来的时候 不止一次 对啊 前几年的时候 我因为我们买房也挺早的 我记得有一年的时候 停了水以后 是人家那个水车啊 停好几天 水车过来送到你小区去 然后那个打水 在水车上打水 政府不为了保证的居民生活吗 嗯 那个时候是主管线 嗯 坏了 整个一个片区都没水 今年好像这样的现象就很少了 像我们小区就停了一次水 电没有停过 对 这么长时间 我们那小区有一个管的坏了 然后停了一天 而且我们就停了半天 停了半天 就停半天 嗯 还算不错啊 这么多人的情况下 这么大的压力 对 居住率 入住率是今年的夏天最高的一次吧 我估计 历史以来最高的一次 是吧 对 都爆棚了都 是 我们那个小区门口 那个现在文化生活真是挺热闹的 每天晚上都有那个跳舞的 对 每天晚上都有 啊 每天晚上都有 然后那个大拇指那个 原来我从来那个大拇指广场夜里头 就是晚上我没去 从来不去 啊 我就是这次 今天来了 我去一次 哎呦 大拇指广场的晚上 真热闹呗 人山人海 而且那个 干什么的都都有 唱的 跳的 跳的还不止是一波 好 对 它那是分很多的圈 你比如说像那个文艺节目 有一个 呃 银滩之声啊 在那个大拇指的最南边那个地方 银滩之声那个爱乐广场 呃 那是一个团 然后这个大棚子底下 呃 西面大棚子底下 是一个小白羊 嗯 激情广场 然后东边的大棚子呢 是跳交易舞的地方 嗯 然后这个在其他的地方就是有好多的新疆舞的这个跳新疆舞的比较流行啊 嗯 特别多的新疆族队伍 然后就跳健身操的呃 牛羊个的跳扇子舞的呃 还有专门走这个叫摩托步的啊 对对对 还有吹萨克斯的一片一片的 是 干什么都有 是 多热闹你说的 啊 好热闹 文化生活太丰富了 因为这个地方它汇聚了全国各地的人 不光是你们听的北京口音啊 不光是北京人 哪个人都有 天南地北是吧 对 各种文化交会在一起 人才也多 嗯 嗯 今年武力的时候我们还挺幸运 就是我们小区啊 嗯 住了一个那个从重庆来的一个那个文化馆的一个老师 嗯 小郭老师 嗯 每天晚上都义务教我们跳舞 当然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因为没事嘛 嗯 有时候跟他们玩一玩是吧 锻炼锻炼锻炼身体 嗯 那个前边呢 呃6点多也有一个老师是王老师带着跳 哦 那个有一个就是也等于有一个大群 有一大群带着我们那个就是好多人 那个我是晚来的嘛 他们有那个早来的一年四季 他们基本上都在这跳 就是一个常年的舞蹈队啊 然后那个临时的呢 就是小郭老师是从那个重庆的 哦 对 他们有时候那个就是大群跳完了以后 像有的人就之前教的可能不熟啊什么之的这个小老师呢 开小罩 哎呀开小罩啊 又带着我们再练练再再跳跳啊 挺好的 所以说这个来了银摊的那些老年人不孤独不寂寞啊 总少是喜欢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 对 而且大家又相处的都特别好 走的时候又大家都觉得挺依依不舍的 对 似乎好像这个地方的人与人的关系比较单纯 对 人相处也比较好一些 对 是这个道理吧 是 在北京的话可能你住大楼的话和邻居也老是不相往来 对 就是这种情况 对 人情不如想 哎 这个小地方你别看是天南地北的人 哎 人和人见人还蛮轻的 是 就跟那个我采访一样 我在云摊我拿起手机采访人家 人家都很欣然 几乎都很欣然接受啊 很少遇到这个这个你要到城市里去的话 你要拍一下的话 大部分人都不会像你拍的 对吧 对对对 我今天还碰到一个挺就是挺让我感动的事情啊 就是我不是当天来了以后吗 我不是好几年没来 没来以后我跟我的那个姐姐两口子一会来 嗯 然后下午的话呢 那个他们两个来了以后 就是在屋子里搞卫生 我就说我出去买点东西去 嗯 买点买点菜什么之类的 完了呢 你那个因为我在城里头买菜 谁也不就是老拉着车去买 所以我也没有这概念 我就去那个咱们那个嘉嘉越去买菜去了 嗯 就是你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 你买买你就一大包就出来了 哦 当我买出去了以后 哟我才意识到哎呀 买了这么多的东西 哎呦 得有 我我觉得反正挺沉的 你想有油 有酱油 对 还有土豆 就那些瓜 生活用品啊 生活用品 对 一凑就一大包 哎呀我从嘉嘉越 其实你要是走路的话到我这没多远到我们取水旅营 但是我要是拿了那么多东西 对 我又那个下了火车当天就觉得哎呀特别累的话 后来我就想哎呀这路上你说这是怎么怎么弄回去 完了我就路上就是找那种有那种就就私家的那种电瓶车那样 对对对然后找了两个人家都说不行我我我我可能也没碰着就是那种摩滴啊 我碰着可能都是那种小小小小汽车想哪怕就是说带给我带一段呢 我是这么想结果呢都特别不强人都说有事很礼貌的说 嗯 后来我就坐在马路边上那个歇着后来就对面来了一个骑那个那个三轮的一个那个大姐 然后戴着那个就防晒的那个帽子 后来我就把这大姐呢给截住了 我说您啊能不能给我那个往前面送送 我说那个你就给我把菜拖到小区门口就行了 我说我实在是啊今天下火车走不动了 哈哈哈完了那个大姐真是特别好心 她看着我吧确实是我我那个身体也也不是很健壮那个样子 嗯 她说看着你身体也不太好拿着一大堆东西确实挺为难 这个大姐就给我送到我们那个小区门口 哦哎就这么认识了 然后大姐就说说我明天啊再拿拿拿去那个就是赶集卖菜 正好第二天是集 她说我在那个那个113那个那个位置上 她说你明天要是需要的话可以上我那个位置上去买 我说好啊啊 然后呢我就第二天我就上她那位置上又买了点菜 这么着我们就认识了 哦 所以我就觉得哎呦现在就是有什么事的话呢 可以互相打打电话呀 哦 这个姐有的说告诉我啊你需要什么东西啊什么的都都都都问我 她是搞就是是当地人吗 是当地人啊 人当地人特别存谱特别好 对她特别那什么她就跟我说我说我说这个事真的我就特别让我感动 而且的话我会永远记住我说你这个姐真好 对 我说因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伸出了手 伸出援助之手 对对 其实你要是作为她来说咱也说啊也不是说特别那什么的 但是的话呢人家能帮我 对 就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 而且那个姐说我第二天我要去我要感急我要准备东西 其实人家也有事情 对 而且关键是跟我素不相识 你知道吗 对 是不是 是 我这么大老远从外地来 所以我就觉得哎呀山东人真好 对 都夸她咱们山东人好 对啊 我也特别有运气 对 然后碰着这个姐 对 然后今天呢我也挺有运气 我觉得碰着你 然后一来就见到了 所以我觉得挺那什么的挺喜欢那个银滩这个地方 我觉得银滩的空气好人也好人也善良 对 所以呢我觉得这银滩这个 在这可以久居 真的我真是挺喜欢银滩这个地方的环境小区环境也好 然后空气也好 然后文化生活也好人还都特别善良还好相处 对 所以挺好 对大家都跟地方就这种认识 非常感谢你啊 好 接受采访